谈破浪进了屋子,看了看白墨的游戏舱,游戏进行时的灯是亮着的,这证明白墨正在游戏里。 他这才开了电脑,然后登上了创世纪的论坛,还没有等他浏览帖子,他就看见自己有一条私人信息。 自己这个号一直都是潜水,连一次言都没有发过,是谁会给他发私人消息? 怀着好奇心,谈破浪打开了短信箱,只看里面静静地躺着一条消息。 你的电话是多少? 这条消息似乎眉头眉尾,但是发现人的名字处的两个字,让谈破浪眼睛都直了。 在发现人的名字那里,赫然写着,流年。 流年找自己要电话? 啊,这是怎么一回事? 谈破浪十分地好奇,不过很快他就想到,流年会给自己留下这条消息,应该是跟自己离开西部大陆之前跟他谈的那次话有关。 谈破浪的唇角翘了起来,黑黑地笑出了声,然后回复消息里,敲出了一串数字,然后干净利落地敲了一下回车键,那封邮件就这么发送出去了。 接下来,谈破浪开始潜水看论坛上的消息,不过今天的帖子很少,似乎大家今天都在忙着新资料片的事情,上论坛闲逛的玩家并不多。 只有一张帖子,吸引了谈破浪全部的注意力,只看见那帖子上写着,流年官方论坛上的消息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 官方论坛上的什么消息? 谈破浪点了帖子进去,只见帖子上只有两个字,如题。 后面没有人回帖,连楼主都已经弃帖了。 看来,围棍的人只怕都去官方论坛了。 谈破浪自然也不例外,他利落地关掉了创世纪的论坛,然后打开了命运的官方论坛。 由于命运的玩家众多,所以官方论坛上是多语种的。 主要点击自己的语种,就可以看见熟悉的文字所书写的帖子。 按照命运现在玩家的数量,在命运的官方论坛上,每天有几十万的帖子发出,一点都不稀奇。 所以,谈破浪一开始,已经做好了大海捞针的打算,想要凭着坚强的意志力找到那个帖子。 只是,他的担心显然是多余的。 命运的游戏论坛是现在最大,在线人数最多,分区最细致,内容最全备的游戏论坛没有之一。 由于命运游戏的火爆,导致现在论坛上每天在线的人数都是千万人以上。 让荣耀集团不得不用一层楼的机房,专门来存储论坛上的各项数据。 而每天在论坛上的各个版面上所发出的帖子就有几十万张,多的时候甚至有几百万张。 这些帖子中,有关于游戏中的职业操作的技术帖,有工会的宣传帖,有玩家的秀帖,也有原创歌曲帖,还有各种小说帖和各类的八卦帖子。 总之,帖子数量之多,质量之高,也可以誉为各大游戏论坛最顶尖的。 这么多的帖子当中,每个礼拜都会评选一次,选出人气最旺的前十名帖子,到了月底,还会将这四十张帖子统一再进行一次评选。 前三名的帖子发帖的玩家会得到相当丰厚的奖金,而帖子里回帖的玩家也会随即得到不同的小礼物。 虽然这样的活动,终究只是一小部分获利,可是,这并不妨碍所有的玩家对于命运论坛的热衷。 因为,谁也不知道哪一天你就走了狗屎运,你的帖子就被评为了前三名,那大把大把的奖金就好像从天而降的笑柄砸在你的头上。 虽然,每个月获得前三名的帖子,体材都不一样,但是,今天论坛上最热的帖子,显然是一个叫做路过酱油党的玩家所发的帖子。 他发的帖子的题目叫做《超越仇恨的禁忌之恋》,深巴度分析在新资料篇开启第一天的《命运头号绯闻》。 谭破浪看了看这张帖子的发帖时间,距离现在的时间不过三个小时不大,但是,回帖数已经超过了二十万,这种速度实在是让人瞅目结舌。 虽然谭破浪是来找关于流年的帖子的,但是,看见如此热帖,也不得不心生好奇,先点进去看看到底是什么。 这帖子似乎包含巨大的怨念,就连《命运论坛》如此高端的服务器开启这个帖子的时候,也速度变得很慢,甚至变成了卡平大杀器。 谭破浪皱了皱眉头,距离他点开帖子已经过去几十秒了,可是帖子依然只看得到题目和回复的页数。 那帖子的主要内容,他还一个字都没有看到呢。 就在谭破浪决定放弃这个帖子的时候,那帖子似乎是感觉到了谭破浪的不满,竟然猛然间就跳出了主贴内容。 首先,发帖人路过酱油党,用极为八卦的语言向广大的网友叙述了一个故事。 这个故事是发生在今天下午的紫藤花园里的故事。 故事本身并没有多精彩,不过是两个敌对大陆玩家在紫藤花园里的追杀闹剧。 不过,在这个主帖内容发出去之后,立刻就由玩家跟帖猜测到,楼主说的这个故事的主人公,不会是我想的那两个吧? 楼上的,我感觉你想的那两个,就是我想的那两个。 顶楼上的,我知道你们在说谁,好像我今天下午也看见了那两只在紫藤花园里了。 在经过了几十楼的打哑迷之后,终于有玩家忍不住了,开始在帖子里求爷爷告奶奶。 各位大大,你们不要打哑迷好不好,到底是什么,是哪两只呀? 是啊是啊,到底是谁,你们这样说,我们好纠结的。 快点告诉我们吧,宣布答案吧。 不过,知道答案的玩家都很有默契地三尖其口,对于这些玩家的问题全部充耳不闻。 而接下去,玩家们开始找楼主,路过酱油档。 楼主不厚道啊,怎么才扒了一个开头,就给弃铁了? 护叫楼主,你强烈护叫楼主。 嗨,都别叫了,楼主入宫了。 就这样,在这个如此大火的铁子的第一页,居然全部都是毫无意义的水铁。 而且,在第二页,也是水铁。 一直到了第三页,楼主路过酱油档,才姗姗来迟。 他似乎对于铁子的盖楼速度十分讶异。 因为刚才,他不过是下去编辑了一下下面那段文字, 总共时间不到十五分钟。 铁子居然已经翻过了三页。 命运论坛的默认帖子数,是每页一百贴。 他十分诚恳地道歉之后,才开始叙述下面的事情。 事情其实很简单,无非是他发现了这两个人之后,远远地跟着, 然后跟到了一片无人知晓的角落, 其实就是自滕花园的后半截。 这里几乎没有玩家安静截了。 然后,他就发现了惊天的激情, 让人脸红心跳,响入飞飞。 说到了这里,最开始说,自己知道是哪两个人的玩家,纷纷跳了出来。 楼主,你知不知道你在说什么呀? 楼主,不知道你说的脸红心跳,响入飞飞,是不是我猜测的那样? 楼主,求照片,求截图! 无图无真相! 路过! 无图无真相! 在又经过了一夜多的无图无真相的呼啸之后, 楼主路过酱油档再次现身, 对于所有玩家的呼喊表示理解, 并保证绝对有图有真相, 而自己现在正在修图, 请大家稍安勿躁。 这下子,这张帖子算是热闹起来, 大概由于楼主保证有图有真相的关系, 开始有些潜水的玩家纷纷地浮上水面, 对于前面各位知情玩家三尖其口的两个主角进行了爆料。 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 楼主说的人不会就是东大陆的公子幽和西大陆的流年吧? 一时激起千层浪, 居然有人敢做那只出头鸟, 后面的玩家立刻如潮水一般的跟上, 纷纷表示当时自己也在紫藤花园, 确实看见了这两个人的PK, 而且有猎人站出来分析了两个人的PK过程, 表示那是一场绝对精彩绝伦的战斗。 不仅如此, 更有一些女性玩家表示, 当时两个人在漫天的紫藤花下面PK, 场面唯美动人实在是很像是一场电影。 这次, 经过了几百万证人的证词, 算是彻底坐实了磁铁中的男女主角, 就是东西两个大陆上最为顶级的两个猎人这个事实。 就在大家都在讨论男女主角的问题的时候, 忽然一个叫做1234567的网友冒出了一句话, 以拼逆天下之姿态, 立刻将整个帖子的走向引导向了另一个方向。 我说, 各位, 你们好像讨论错了方向了吧, 我觉得这个帖子的重点不是主角, 而是主角们的激情。 难道你们都忘记了, 卢主说他有男女主角让人脸红心跳, 并且让人想入飞飞的图片? 这个才是需要我们正式的问题吧。 这一句话好比飞来神笔一般, 立刻就扭转了所有玩家现在讨论的方向。 刚刚才掩齐西谷的求徒求真相的呼喊声就更加大了。 谭破浪一目十行地看着帖子, 心里也充满了好奇, 以及一些彩色的想象画面。 流年和叶茨姐, 长人脸红心跳, 想入飞飞的画面。 那是什么画面呀? 不知不觉的, 谭破浪已经完全忘记了自己来到这个论坛的最初目的了, 完全沉浸在爬楼的兴奋之中。 而后的铁子增长速度呈现出几何形, 回铁之多, 铁子之水真是前所未有。 甚至有不少熟悉的玩家在铁子里进行板撩起来, 这更是加速了盖楼的速度。 一开始, 谭破浪还饶有兴趣的一个个玩家的回铁看过去, 不过这铁子一多, 楼层一高, 他就完全失去了这个兴趣。 最后, 直接开始用论坛币买了一个礼拜的只看楼主的功能, 然后开始搜索楼主, 路过酱油档的回铁。 在这巨型大楼水了大概两百多页之后, 楼主路过酱油档, 终于再次现身了。 这次, 他发了大概二十副图片, 这些图片都拍得十分唯美, 不过, 并没有涉及到一点他所谓的激情, 所谓的脸红心跳, 所谓的想入飞飞, 只是刘年和叶茨两个人在紫藤花园里PK的截图, 这些截图拍得极为清楚, 虽然两个人都还穿着斗篷, 但是因为两个人的帽子都已经取了下来, 所以, 还是能够清楚地辨认出两人的容貌, 让所有人都能确认刚才玩家们的推测绝对不假。 不过, 这似乎并不是玩家们所期待的东西, 毕竟当大家都知道后面有肉吃的情况之下, 谁还会对清汤小菜感兴趣呢? 所以, 在后面的帖子中, 大家一直要求楼主发所谓的激情的截图, 并且强烈要求楼主不要修图了, 大家对于图片唯美不唯美, 兴趣不大, 兴趣最大的是图片里的内容。 可是楼主还是慢慢悠悠, 我行我素地继续发后面的图片。 用楼主的话说, 他拍的图片太多了, 如果跳着发, 他很快就会自己都给弄乱掉, 所以只能一批一批地发。 不过, 他也同意了各位玩家的要求, 不再修饰图片。 其实, 楼主路过酱油档, 并没有过分地修饰图片, 只是给图片加上了一点柔光, 让整个图片显得 更加唯美, 更加柔和, 更加的像是电影截图罢了。 但是对于那些渴望激情, 渴望刺激的玩家来说, 这些修饰根本就是化蛇天足, 多此一举, 他们要的就是热情如火, 他们要的就是脸红心跳, 他们要的就是响入飞飞, 那些柔美的, 这些柔光的, 要来搞毛呀。 在广大玩家的强烈要求之下, 楼主也感觉到了自己的不厚道, 于是加快了发帖的速度, 终于发到了两个人追逐到了一处人际罕志的角落, 而眼前的画面也从极为正常的位置变成了遥远的仰视, 甚至在镜头的面前还有一些清脆的草。 有玩家发出了不满, 哎, 楼主, 怎么截图一下子变得那么远呀? 怎么还有草呀? 怎么还是仰视呀? 对呀, 有没有推进的画面呀? 离得这么远, 看个毛线呀! 如此这样抗议的语言, 如同大风压镜一样, 铺天盖地的就砸了过来。 楼主路过酱油档, 只有善善地解释道。 后面有推进的画面, 也有没有草的画面, 但是全部都是仰视的。 你们也知道, 流年和公子幽那都是顶级的猎人, 他们的感知可不低的。 我在这个位置拍摄, 已经是冒着吊极的危险了。 还好我藏身的地方有个坑, 也长着很多的草, 这才能让我安然地拍到这些照片。 如果我当时再凑近一点, 我估计我现在已经被杀了好几集了, 那还有机会发论坛呀? 对于楼主路过酱油档的解释, 虽然玩家们还是觉得很遗憾, 但是大部分的玩家都表示可以理解。 不过, 对于催促他发激情照片的热浪, 却一浪高过一浪。 而楼主却表示, 再次要修一下图, 这简直是让被吊足胃口的玩家们几乎崩溃了。 下面的帖子除了继续呼唤有图有真相之外, 更多的是对于楼主的质疑。 这个时候, 楼已经盖得更快了, 转眼间翻过了五百大叶, 甚至已经有脱水铁的地址也已经放了出来。 当然, 脱水铁确实吸引了一定的玩家, 但是更多的玩家还是希望待在这座大楼里, 见证东西两个大陆的玩家所创造出来的激情, 终于在第六百二十七页的时候, 楼主再次出现, 这一次与他一起出现的是五张截图。 截图从上至下, 其实是五连拍, 拍摄的精确程度和速度都很到位, 让人可以看见在图片里的两个人的耳病丝膜和每个人的表情。 图片里的男精灵表情很让人诧异, 他眼目低垂, 唇角带着浅浅的笑意, 右手轻轻地拖起了女精灵的下巴, 似乎在说着什么, 而女精灵则瞪大了眼睛一副不可置信的模样。 这五张照片其实都是这个内容, 只不过是将很短的几秒钟内所发生的事情连拍下来, 让人看着这平面的图片, 竟然也会有一种动态的感觉。 而在这图片的下面, 还有楼主路过酱油党配的文字说明。 当时两个人正在打架, 忽然间就停下来了。 然后不知道刘年军说了什么, 公子幽就是这副表情。 然后, 再然后, 刘年军似乎就不老实了。 啊, 后面发生了什么事? 楼主, 后面发生了什么事啊? 你这样放出这样几张照片, 也太不地道了。 你知道不知道, 你这样会害死多少人呀? 将人要求后面的照片。 加一 加一